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荣义网的学院 本节课来继续的给大家讲解 这一款外套的推版方法 首先回到打版页面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操作 前片一长已经推好了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推维度 那维度,整圈的维度要推4公分 那前片,我们看一下左边的结构图 前片占整个维度的四分之一 所以它的维度推一公分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片,前片总共有三个分割片 那这三个分割片 我们就要把这个维度分在这三个分割片当中 那这里呢,我们就每一片给它分掉一个0.33 用一公分除以3 那回到这边 选择移动点工具 先框选前中这一个分割片 框选数值的这几个放把点 然后在水平方向 我们要给它加大0.33 所以就往左写上负的0.33 那这一片是贴边 贴边的话就不用推 接着来推 接着来推第二个分割片 那我们同样的给它加大一个0.33 所以框选左边的放把点 因为前片我们一般是以前中心线和胸围线来推 所以就往左推 在水平方向写着负的0.33 下面这个点也给它放大 然后我们再看最侧面这个分割片 那前片两片总共推了0.66 所以还剩下0.34 那侧面这一片我们就直接往侧面 往侧缝推一个0.34 加大0.34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口袋位 那口袋位 它差不多是在这一片二等分的点往侧面一点 所以我们也要给它往侧面 推一点 那就推一个负的0.14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下摆这个分割片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下摆这个分割片 它在结构图上的位置 那下摆的分割片 它是在前片左右这两片分割片 再加上侧面这个分割片 所以我们在推码的时候 就要根据这三个分割片来推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首先先计算一下 第一个这一个中间这个分割片 加了0.33 侧面推了0.34 所以加上一个0.34 然后后片这一个小的分割片 推了一个0.1 所以再加上一个0.1 那这下摆的分割片总共就要推0.77 所以选择移动点工具 框选侧缝 然后往侧面推一个0.77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分割片上的刀口 这刀口它是跟侧缝来对位的 所以我们就要扣掉后片推的这个0.1 那刀口的推码了就往右推一个0.67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材片 上面这里是右上角的带唇跟带电 所以我们带唇跟带电就要根据医生上这个材片来做 那我们先看一下医生 测量一下医生带唇 那带唇没有推 所以这边的带电跟带唇就不用推 接着再看一下下面的口袋 下面这口袋部 我们同样的要根据左边的口袋来做 所以直接测量一下侧面的口袋 那总共它的挡差是0.5 所以我们右边的带步跟带电也要推 选择移动点工具 框选带步跟带电 那我们放的是上面的点 所以就要往上增加 那往上就是写上正的0.5 上面这一块带步也往上增加一个0.5 增加好了之后 那在带步这里我们增加一个放码点 因为这带步跟下面带步的形状有点变化 所以给它增加一个放码点 然后再用移动点工具框选放码点 在放码点上写上0 这样子的带步就给它调整好了 接着检查一下医生 看一下这些放码长度是否一致 测量一下 选择拼合检查工具 先测量一下尖缝 把前后尖缝拼合起来测量一下 那前面这边因为我们加上了这个贴边的位置 所以前片会比较长 再测量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侧面这个分割片 肩宽还没有推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给它推一下 那肩宽总共要推0.5 前面已经推了0.25 所以侧面这一片 我们再给它往侧面推一个0.25 推好了之后 再调整一下尖编 选择距离平行点工具 框选尖宽 然后点一下尖编 再点确定 调好了之后 再来测量一下 那每一个都比它长了两公分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因为这两公分是因为前片侧面这个分割片 我们把这一个贴边的位置给它加出来了 所以它就藏了一个贴边的宽度 那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